政府星期一公布都市固体费物收费计划的具体安排 即是垃圾征费 预计最快2019年下半年实施 收费分两类 第一种是按袋 主要针对用紧食环处垃圾收集服务的住宅和地铺等 必须购买政府指定有防疫标签的垃圾袋丢垃圾 9种垃圾袋由3至100公升 收3毫至11元 第二种就是按重 针对聘用私营费物收集商 将垃圾直接送去堆田区的厨所 好事是工商业流宇童商场 切所谓进入堆田区的入集费 每吨至少365元 不是用政府专用胶袋装的垃圾 食环处不会收 执法人员也会在垃圾收集车和收集站突击检查 也会就住投诉上楼执法 发现违规行为每罚1500元 政府说有信心可以顺利执行 日后大家是否真的可以迈向减废 扔少些省多些呢 香港人平均每人每日都扔1.39公斤垃圾 政府就说希望去到2022年之内 大家可以扔少四成 认为垃圾征费是有力有效的减废政策 如何执行呢 大家刚刚都看到了 但是执行起上来又是否这么容易呢 今天的嘉宾有陆领行动总干时何汉威 还有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如愿程 收费现在听到政府昨天说有两个方案 大部分住宅都是按袋去收费的 一公升就是一毫一 估计可能每个家庭都是给一两元 觉得那个水平怎么样 即基层的需要和环保如何平衡 其实我们觉得今次都已经向少了 因为之前可治要发展委员会 大概说30至44元 其实昨天都和一些官员去了解过 其实他们现在的水平 其实是照顾的大概是30多元30头的了 他们那个估算这样 所以就跟之前可治要发展委员会说 40多元那个就是属于低那边的水平 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已经是 我们从环保的角度 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底线了 如果再低下去 其实就是基本上没什么意思了 世界绿色组织其实早几年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访问了一个千位的市民 六成的人是觉得接受到每个月30元 就是每日1元的水平 所以今次推出来的部分 其实都接近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民调了 而我们都主张过渡期之后 就一定要升高那个价钱的了 就是增加经济有因 让大家减费的力度会加强 那大家都很担心执行起上来的困难 究竟会有多畅顺 是不是大家都会听话呢 我想一开始就一定不会听话的了 但是我想又不可以过分担心 因为其实非法棄置每一天都发生着 甚至乎外国啊 我们经常看外国多好都有发生的 只不过多远少 未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执法 那我们很欣赏就是政府今次走前了一步 就是不是将那个问题就只是抛给物馆 因为之前他们就直接说 不是很想上楼去做一些检举啊 或者是一些突击啊那些的 那今次他已经做了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已经是有一个好处 但是呢要配合一些的周边 可能要一些比如一些热线啊 或者会不会有一些的想 就是好像台湾或者韩国那样 有一些的举报机制 可能会有一些小量的赏金 会给那个举报的举报者啦 我觉得这些不是一定说 很多人就说 会不会好像搞到整个社会睹背脊啦 我反而觉得不是这样 而是一个无形的警察是出现了 不要以身事法啦 没理由为了一个几毫就要浪费成千元 问一下如山看法 那如果你看回外面城市的经验呢 他们就真的做了很多这些监察的部分 甚至登上那个非法气质的人的样子啊 做了检举啊 但是如果数量是很多的话呢 就是很多人不听话的 其实是可能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真的数量会很多 是要有一个过程 那香港人的数字呢 我希望真的会慢慢过渡到 就是会减少那个部分 但是你说监察是需要的 但是可能香港的文化做检举那样东西呢 就是甚至昏迷那种花红呢 我想这里就可能困难一点 很多人说好像公屋那样 就是现在的很多方法都是放垃圾袋在门口外面 然后有人收这样的 他们可以选择放后楼梯 或者放在别人家的门口 就是有没有机会都有这些情况出现呢 我见到有些报道都说了 就是如果说全部都是一式一样 用这个专用袋的 那你放在门口的 其实呢 你拿着个袋周街走呢 其实已经是觉得 这个人一定是想犯法的了 因为你只是放在门口而已嘛 比如有些真的可能不好心的 就是用普通家袋放在别人家的门口 怎样去捉呢 怎样去辨认哪个袋属于谁呢 其实是 我想就真的要看一下那个 可能伦理方面 因为他都不想自己去犯法 如果你说 将一个普通的胶袋放在自己的门口 你一定会跟隔壁的陈思拉说 喂 这个袋是不是你的 你不要放这么过 稍后一会以为了是我犯法 你不应该这样做 我想大家都会有那个的压力的 我想 就是通常如果真的要犯法 应该是走上两层 或者落两层 放在另外一个不懂的人里 但是我们做过一些调查 就是访问了百多个物业管理公司 他们是很担心的 他们觉得人手是要增加的 差不多一半 是觉得起码增加两成的人手 现在问题就是 第一 John CCTV牵涉私隱 另外就是费用的问题 第二就是 你秦楼那里 也是带来很多额外的工作量 还有费用 我们又讲一下商户那边 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入集费的将来 就是入堆团区要给三百多元 这个模式是不是过往做过一个试验 有没有什么结果得出 很在乎就是说 可能是物业管理公司 可能是这些清洁承办商 他们能不能够准确地 说给用户听 你的垃圾量是多少 你应该要给多少钱 那真的这个部分是重要的 还有它怎样公平去 就是摊分费用呢 它收完两桶的东西 可能其实有一桶半是A 半桶是B的 那它是不是可以很准确在桶里量度 然后告诉你 我现在很准确收回半桶 这些操作性的问题 将来一定要解决的 这个涉及公平的分配的问题 商业也好或者是住宅也好 我们的建议其实就是希望 全部如果可以用袋的 都可以用袋 无论是堂楼那些 以至到是商业大厦 幻想一个IFC 其实你不会 IFC其实它全部都是共金融的 你基本上不会有一个卡板的 无端有些货去扔的 机会比较少一点 那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办公室的垃圾 其实一个垃圾袋是装到 那就可以全部都是用 政府我们最正确的 就是按户、按量收费 我相信现在单栋楼 或者这些旧楼 面对的挑战更加大 因为以往很坦白说 可能很多时候 第一他们没有特别指定的 清洁的承办商 可能拿出街放在公众的垃圾桶 将来甚至街的回收桶 会不会变成垃圾桶 我觉得堂楼其实是有解决方法的 只要用回刚才我所说的 全部都用专用袋 然后我们一直都希望 政府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减废办 就不要像控烟办那些那么差 大家都说过控烟办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减废办 然后这个减废办可能再透过 之前有很多的宣传教育 去堂楼去洗楼 我们知道有些试验计划 他们都是去堂楼 都是经过一轮的洗楼的过程 那些人慢慢去转变的 然后这个清洁工 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提升 他知道如何去辨认 这些是专用袋 专用袋就可以收 不是专用袋就不收 再配合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减废办 跟他们一起上楼 看到哪里的 我知道这个袋 可能都估到是这一座的了 可能跟那个清洁的专员 一起去上楼巡 其实整件事我觉得就会 会不会就复杂了很多 或者成为了一个争论的中心呢 这件事是有改变的 但是可能很多市民 或者很多社会 不想那么多改变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们向一个正面的改变 是将整件事提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复杂 我们应该是要一起去面对接受